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OR 今天又来提前试读了 但其实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款游戏 这游戏应该也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毕竟它出来有一段时间 可能因为是不对我垫波的游戏 推送的比较晚 少女回战 开发商是在日本经营的中国公司1MT 而即将上市的台湾代理 是走到哪里都有它的局的艾瑞尔 原本还有国际服务 但显然开发商高估自己对游戏的信心 很快就量掉停服了 目前只剩下日服还在维持 本来想查一下目前日本的营收状况 结果三个日本统计网站的数字都不一样 我就举例其中一个威力 如果数据不是假的 月营收平均还有近8000万日元 不过这营收也包含了中国跟台湾等地区 所以开台服的目的也很明显 既能跳过中国审查 也能再多割一些中文玩家 之前有人留言问我 像这些广告换皮游戏能赚钱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不求一款自付 但求积少成多 毕竟每个人对游戏的需求不同 只要有抓到特定群体玩家的欲望 就有机会获利 常见的IG、FB、YT、抖音等这类社交媒体 所需要的广告投放花费 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多 几万就能完事 再搭配适合的实际投放 你就会有常常看到它的幻觉 我们可以简单的套用柏拉图法则 从80%的广告群体中 吸引20%的人入坑 接着再从这20%的人中 转换出80%的重要消费输出 扣除掉营运相关成本 这游戏多半就能获利 而且比起开发成本高的回收压力 这类小成本游戏明显低非常多 像当年SEGA跟DW共同开发的櫻花革命 据传言就投入了30亿的开发成本 但开服最重要的首约营收却只有7000万日元 机遇种种考量下只营运半年就结束了 那我们离题了 还是回到游戏本身吧 日服方面再一打开游戏就震惊了我 就是传统练古套路 简单来说就是一直开新伺服器 减少入坑时间不同的玩家差距 让玩家有机会在新区撑网 诱发更多课金的欲望 通常在中国传奇的游戏很常出现 游戏主打放自家养成 各种冠上中国历史名人 搭配LIFE 2D 力会来吸引特定玩家的目光 其他结构就基本为0了 战斗那些都不是重点 都放自play了 就不要有过多的奢求 说白了就是靠妹子的练金术 主攻特定客群的游戏 想要更多更强的妹子吗 乖乖客金为爱买单吧 钱不是消失了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结论理解不能评价无法 如果喜欢妹子养成游戏 可能会玩得很愉快吧 但基本上不是我的游戏偏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